短期而言,你会否觉得欧美的投资气氛比本港好 还是你觉得其实都涨了这么多 反而爆煲危机或者机率比较大 首先不要说爆煲 只不过要考虑 其实现在去买欧洲或者美国的股票的时候 到底那个上升空间其实有多少 如果你看到导致的时候 昨天的收市都差不多逼近3万5千点的时候 如果再期望它高一点 如果要升10%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38500点负的位置 其实这个位置相对上来说 都会觉得是比较夸张一点 所以如果现在去买入一些美股 你期望那个潜在升幅有10%或以上的时候 相对上似乎风险的确会比较高一点 相对上来说如果对应港股或A股来看的时候 普遍的股份如果现在买入可能 你持货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的时间 你遇过潜在升幅有10%或15% 可能会比较容易找到这类型的股票 另一个方面 会看的时候就是一个爆煲的可能性 爆煲的状况一般来说 都是出现一个显著的汇跳 可能是有1500点或2000点的一个调整 对应在导致来看的时候 会看的时候 其实2015年到2020年大概是横跨了五个年度 六个年度的时候 普遍来说7月份都是升的 美股是这个状况 但是8月来说一般是好坏参半 三年就升的 配三年就跌的状况 所以似乎出现一个调整的机会比较大 可能有机会在8月的时间 另外会看一个基本因素的考虑 第二季的美国GDP预期有10%增长 现在CPI的值大概是5% 似乎还有一个明显的距离 但是如果通胀是保持一个高期的状况 但是在GDP来说 其实去到第三季 我想大家就不会预期有第二季一个这么高的状况 可能会回到8%甚至更低的状况 忽然间这个收窄的状况 会不会令到大家觉得那一步的制作风险增加 所以在基本因素来说 可能倾向上就是8月尾或者9月头 一些负面消息出的时候 沽压会比较大一些 即是你觉得现在 譬如说如果真的投资者想继续投资 反而就是港股的直博率 就会高过外卫的市场 是的 大家留意着 因为其实看着港股可能升完 就可能升幅收窄 然后美国又继续破顶的时候 即是投资者可能都会比较多思考 在那个部署上 是的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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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